这个男人探出脑袋鬼鬼祟祟的四处瞻望 看到左右无人拿着一包东西准备快速溜走 结果刚到路口迎面撞上了王熙凤 王熙凤一走 明烟提着东西撒腿就跑 一流烟跑到大观园的后门口 贾宝玉在这里早就等候多时 明烟把手里的东西往桌子上一放 贾宝玉迫不及待地上前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两本书 一本西香记 一本牡丹亭 明烟一边左顾右盼 一边用身子打开的包袱遮住 贾宝玉看着包袱里的东西笑得合不拢嘴 胡乱把包袱拢起来 抱着就掉头往回跑 冷不防被绊了一下 包袱脱手而出 里面的十几本书散落一地 明烟慌慌张张跑上前 赶紧低头捡书 贾宝玉把书重新包好 头也不回地一口气 跑进怡红院的书房 确信没人看到后 贾宝玉才把这些书籍小心翼翼地藏在书房里 而贾宝玉之所以这么紧张 是因为明烟给他找的这些书都属于禁书系列 当然这个禁书说的不是广泛译上的禁书 而是像贾家这些名门贵族禁止子女阅读的一些杂书 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有些疑惑 之前贾父明明唱过牡丹亭里面的戏 为什么贾宝玉他们可以听戏却不能看书 实际上这里面是有误会的 贾宝玉他们听到的戏虽然也选择原著 但在演出时是要经过改编的 书里那些不宜让少爷小姐看到的情节和戏词 都被一一删除掉了 而且大户人家唱戏基本都是演折子戏 就是只唱全本戏里面的一出或者一折 比如之前原非醒清时唱的《离魂》 就是牡丹亭其中的一个片段 一般来说不可能会演出全本 所以贾宝玉他们这些贵族子女听到的戏 和阅读原著完全是两码事 像牡丹亭和西香记这些书 写的都是自由恋爱 书里面还有一些少而不移的路骨描写 无疑是触犯了封建社会的规章制度 所以很多贵族家庭都把这些书列为禁书 禁止子女阅读 而且名言给贾宝玉找的不仅仅有西香记和牡丹亭 还有一些杨贵妃 武则天和赵飞燕等风流人物的外传小说 简单来说就是小黄文 贾宝玉更不敢让别人看见 所以才紧张兮兮地偷藏起来 他把一些粗俗漏骨地藏在书房里面 其他一些子早优美 文理细密的就放在自己床顶 每天偷偷阅读 这是《红楼梦》最唯美的场景之一 桃花树下 一个年轻公子正在宁神读书 正当他读到《落红尘镇》时 忽然一阵清风吹来 树上的桃花纷纷洒落 落了宝玉满头满身满书 四周的地上也落满了鲜美的花瓣 贾宝玉轻轻起身 双手兜住衣巾上面的花瓣 小心翼翼地来到池边 把花瓣抖落在水中 看着花瓣随着水流越飘越远 贾宝玉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时一个姑娘突然出现 贾宝玉回头一看 只见林黛玉笑盈盈地站在他身后 肩上担着花厨 厨上挂着花囊 手内还拿着花肘 贾宝玉看到周围地上 还散落着许多花瓣 立刻拉着林黛玉 要把所有的花瓣都扫起来 撩到水里去 不过林黛玉却认为 这里的水虽然干净 但流出去之后 就到了又脏又臭的地方 到时候还是糟蹋了花瓣 倒不如把这些花瓣 都装在他的绢带里 埋在土中 才是真正的干净 贾宝玉觉得有理 两个人刚要动手埋花 却不小心被林黛玉 发现了宝玉的秘密 贾宝玉的谎言 被林黛玉识破 只能乖乖交出 手中的西香记 微风吹拂 桃花纷飞 林黛玉安静地 坐在石头上 翻着西香记 贾宝玉温柔地坐在旁边 一边看着林黛玉 一边给他提示着 书中的某些句子 阳光温暖地 洒在两个人的身上 两颗心也不自觉地 越来越近 林黛玉是第一次 看这样的杂书 很快就被西香记的情节 深深吸引 从头看去 不到一顿饭的时间 已经把十六出 全部看完 看完之后 林黛玉的心里 涌现出一股奇妙的感觉 他呆呆坐在原地 仍然反复寄送着 里面的句子 林黛玉感觉 一直束缚着 他的某种东西 被打破了 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这时 贾宝玉突然顽皮地 指着自己的鼻子 说了一句话 贾宝玉的这句话 为什么惹来林黛玉这么大的反应 这主要和西香记里面的故事有关 西香记主要讲的是 书生张生 和相国之女崔英英之间的爱情故事 多愁多病指的就是张生 倾国倾城茂说的是崔英英 贾宝玉这句话说得很直接 他把自己比作张生 把林黛玉比作崔英英 实际上就是在表白林黛玉 而林黛玉发火 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他毕竟是一个 从小接受封建制度的贵族小姐 虽然他内心很喜欢 西香记里面的自由恋爱 但张生和崔英英这种 私定终身的行为 在当时的大环境下 还是一种败坏伦常的不吃行为 所以他一时间 无法接受贾宝玉的突然表白 第二是因为 林黛玉不确定贾宝玉说的 是不是真心话 他以为贾宝玉 只是看了这些混账杂书 才把他比作那种 可以轻易唐突轻薄的人 所以自尊心很强的林黛玉 眼圈一红 心里觉得非常生气和委屈 贾宝玉也知道 自己说得太直接 赶紧拉着林黛玉赔罪 看着贾宝玉手足无措的样子 林黛玉忍不住 扑吃一笑 瞧你吓得那样还胡说 呸 原来是苗儿不秀 是个营养辣枪头 你说我 那你这话呢 我也告诉去 你会过目成颂 我就不能一目十行 林黛玉说的这句 苗儿不秀 营养辣枪头 也是出自西乡记 这是第四本第二者里面 崔茵茵的侍女红娘骂张生的一段话 说的是张生中看不重用 这句话从林黛玉嘴里说出来很有意思 这时候的林黛玉是既好笑又高兴 还有一点小失望 她已经看出贾宝玉是真的喜欢自己 但只是因为自己小小的吓唬一下贾宝玉 就忙着要赔罪 这样的胆量和魄力还不如张生 就像营养辣枪头一样 中看不中用 实际上林黛玉在内心 已经接受了贾宝玉的表白 两个人闹了一阵 开始收拾落花 刚把花买好 袭人匆匆赶来 贾宝玉一走 林黛玉也没了乐趣 正要回房时 路过离乡院 突然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曲声 林黛玉仔细一听 是那十二个戏子在演习牡丹亭 听着如愿如目的曲声 林黛玉的眼中不知不觉 已经布满了泪水 但此时的林黛玉 不知道自己的宝哥哥 即将迎来一场大难 点个关注 这个我们下回再说